薄熙来的被免职整起事件是从王立军出逃美国领事馆开始 一个多月以来闹得沸沸扬扬甚至大幅登上了国际媒体的版面 我们现在就看一看整起事件的始末 去年底王立军因贪腐和刑讯逼供 被中纪委调查就传出了薄熙来和王立军划清界限引发二人决裂 就在传言满天飞之际2月2号重庆官方微博发布消息 王立军不再兼任公安局长党委书记 以副市长身份分管科教领域 重庆官场到底发生了什么大事成了媒体的焦点 殊不知被评为政治立场坚定的王立军 已经暗中计划一项惊人之举 2月6日这是关键的一天 晚上十点王立军为了闭人耳目 乔装进入美国驻成都领事馆滞留了一天 薄熙来得知王立军逃亡 立刻派重庆市长黄奇帆带70辆警车包围美领馆谈判 在中央干预下王立军被国安部门带走 2月9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证实此事 就此中共权斗的黑幕搬上了国际舞台 王立军事件是否烧到薄熙来 成为中共十八大权力布局的观察点 到底王立军把什么秘密交给了美国 而王立军出事后 薄熙来还和加拿大总理哈珀会面 官方传媒低调延迟报道 引起各方揣测 期间更传出了薄熙来与周永康联手 企图扳倒习近平密谋争夺领导权 这场高层权斗表面化 但真实情况如何仍扑速迷离 3月5日两会开幕 重庆团被安排住在人民大会堂宾馆 戒备森严难以进入 就在这天 媒体发出事前做好的黄奇帆的专访 指出王立军事件是国际政治问题 但视频随即被删 3月9日 薄熙来首次公开回应王立军事件 承认用人失察 但仍为唱红打黑辩护 3月14日 中共总理温家宝在两会会后的记者会上 严厉批评薄熙来所领导的重庆班子 必须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 隔天中共官方媒体先后发布薄熙来和王立军被免职的消息